大家好 歡迎來到BanBan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題目 他就叫我們simplify the following expression 就是這個 就是m 再乘回n加m 整個東西 再over回m加m整個東西的二次 再除回m二次 再over回整個m加n 好 事不宜遲 兩單字出來再說 由於時間關係 科技腦才進 就是整條題目出來了 大家不用其他 真心可以看著來做 省點時間 非常方便 不要急 慢慢來 先抽題目 這個就是m 再乘以n加m 再over回 好 下面就會是整個就是m加n的二次 再除回m的二次 再over回m加n 拿得很實實 我一鍵除好 我一定先動它 上課經常都說 怎樣動呢 簡單講前面我會照抄 所以這個就是m加n 再乘以n加m 再over回m加n 好 下面就會是m加n 的二次方 好 整個照抄而已 這裡沒有世藝沒有新意 除好我們要轉它 上課也說過 一鍵除好就轉了 OK 這樣就會變成隨變成 你會問我Mr.Wong可以嗎 隨變成這樣寫 是的 你可以這樣寫 不過你要做點手腳 就是把後面這個分數整個顛倒 顛倒 學術點叫顛倒 你不用管它的名字 其實就是簡單講 上下倒轉 可以嗎 分子變分母分母變分子 上下倒轉 就是簡單講這個 那我就會 下面那個m加n 寫上上邊 就再over回下面 就會是m的二次 而事實上 我們現在約一約它 有些東西我看到可以約 或者不約著 好嗎 寫好一點 這裡我看到上面和上面乘 下面和下面乘 那是什麼意思 上面和上面乘 的時候 你會發現就是n加m 即是調轉加都可以 m加n都可以 所以其實這兩個東西是一樣的 所以簡單講 我可以寫成m加n的二次 所以簡單講 上面就是m 就再乘以m加n 的二次 OK 好了 那就再over回 重複一下 這兩個東西是一樣的 這兩個東西是一樣的 就是一樣的 自己乘自己 就是m加n的二次 OK 下面這兩個東西相成 那這東西是什麼呢 就會是m加n 就是m加n的二次 就是再乘以m的二次 那在這裡我們有些東西可以約的 拿著綠色筆 這次真的寫好就約了 那首先我看到上面有m加n的二次 下面也有m加n的二次 就是這兩個東西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約了它 約了它 那就變1 變1 是不是 那就變1 變1 好了 那下面還有些東西可以約的 那我不如拿一支 就是原筆 我會看到這裡有m 有一個 上面 下面有m的二次 就是有兩個 在下面 所以我就約走了一個 那這裡變1 所以剩下最後的答案 都膚子欲出 上面就是1乘1 那就是1 而over下面是什麼呢 那下面看看 下面同下面成 就是1乘m 那所以就是m 所以最後答案應該就是這個 m分之1 overm OK 好 終於搞定 那就查一查看看大家今天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OK 好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今天就到這裡 OK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